我们的读经来自菲律比书第四章 十五到十七节 来 我们一起念 菲律比人 你们也知道我开始传福音 离开马其顿的时候 在收治的世上 除了你们以外 并没有别的教会和我分担 就是我在贴萨罗尼加 你们也一样采人来供应我的需要 我并不求什么馈赠 只求你们的果汁不断增多 归在你们的帐上 好 我们请传达为我们争达 弟兄姊妹们平安 我们进入了今年的最后的几个礼拜 感谢主让我们可以经历祂的恩典 并且每一个时刻都是一个喜乐的时刻 我们要来分享今天的主题 也就是在菲律比书第四章最后的阶段 他提到了保罗如何的来感谢 菲律比人在他的宣教的事工上 在这些的服务上面跟他一起的同工 并且供应他的虚用那样 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里面 这边说菲律比人 你们也知道我开始传福音 就是在你们当中传福音 在菲律比教会当中传福音 而且离开马其顿 菲律比是属于马其顿 欧洲的某一个省份那样 在收支的事上 基本上就是在这个奉献供应的事上 除了你们以外 并没有别的教会和我分担 在那个时候 就是我在铁撒罗尼加 你们也一再猜人来攻击我的虚用 我并不求什么馈赠 只求你们的果子不断争夺 归在你们的帐上那样 所以我们稍微来想想 这封菲律比书信 其实它是一个 带着其中一个主要的目的 是要感谢 感谢菲律比的教会 在保罗的整个的事工里面 来支助他 来帮助他 所以我想圣经不止 不只是教我们有关神的话 有些人讲到神的话 突然这个头上会有一圈了 哇 神的话 怎么样怎么样 哇 主啊 大能啊 不只是如此 神的话也教我们怎么样做人 要感谢 要谢谢那些曾经帮助过你的 要谢谢那些曾经鼓励过你的 要表达你的感恩那样 所以保罗其实也借了这一封信 来谢谢这些支助 跟他一起同工的人 那我再次也感谢大家 真是这个教会的建立 从一开始到现在 不足的有不少的弟兄姐妹 可以说每一位弟兄姐妹 都参与在建造 建立这个教会的里面 在供应食物啦 在奉献啦 在一起的服饰上面 所以我们要谢谢每一位在这里一同的参与 OK 请跟你的旁边讲 谢谢你在教会的参与 谢谢你在教会的参与 我看下去其实差不多每一个人 每一个都或多或少的 参与在建造这个教会的里面 OK 所以我们不只是感谢主 我们也感谢弟兄姐妹们 OK 感谢我们的家人 这样子的支持我们 那样 所以上次我们再分享到了 就是说保罗来到了菲利比 然后呢 他在菲利比呢 经过了一些蛮不一样的一个事情 对吗 他虽然传福音 他虽然帮助一个被鬼附的女奴 使她得到自由 可是因此呢 他就被打 因此呢 他就被关 然后在监牢里面 那样 后来呢 保罗继续地把福音传给 这个监牢的警察 这个狱警 并且呢 让带领着全家来归向了主 但是因为局势是这么样的不好 所以呢 他怎么样 他就先离开了菲利比 所以他在菲利比呢 其实不多的时间 他大概只有一个多礼拜 在菲利比这个地方 第一次去的时候 所以你可以回想一下 那保罗是因着 神的呼召 马其顿的呼声呢 离开了亚洲 进到马其顿省 就是欧洲的某一个省里面去 向着菲利比的教会来工作 然后呢 接下来呢 他又往下一站 去 去进行了 OK 所以一个多礼拜以后呢 可以说保罗就离开了菲利比 OK 那他是马不停蹄的 所以第一点是 马不停蹄 马不停蹄的一个事工 虽然他面对迫害 面对一些拦阻 可是他没有停止 那样 所以他离开了菲利比以后呢 就到了 铁撒罗尼加 另外一个城市 而这个城市呢 有会堂 所以他就进到会堂里面呢 连续三个安息日 也就是三个礼拜呢 在这个会堂里 向这些的犹太的信徒 来 来传福音 来告诉他们说 你们所相信这一位旧约所预言的弥撒亚 就是耶稣基督啦 他已经来了 OK 当时候 向犹太人传的福音 就是如此 那样 所以 当保罗在传讲 传讲呢 可是呢 有不断有一些人反对他 有一些犹太人反对他 他也开始 聪动 这个城市呢 又发生另外一个暴动 在菲利比一个暴动 到铁撒罗尼加 又在一个暴动 那样 所以 在那个情况里面呢 保罗不得已 他就怎么样 又在离开铁撒罗尼加 离开铁撒罗尼加 他就来到了 比利亚这个地方 OK 比利亚的人呢 保罗说 他们很棒 为什么他们喜欢查考圣经 OK 让我们多认识圣经啊 保罗说很棒 他们天天查考圣经 要看看这个 保罗所讲的道 对不对 那样子 所以他们在查考 他们在要认识上帝的 这个过程当中的时候呢 没有想到 哪里来的人啊 从 铁撒罗尼加的那些的 不甘心 不喜欢保罗的人呢 又在追杀 追到比利亚去 OK 又在 聪动那些的城市人说 哇 这个 这个人不好啊 这个人怎么样怎么样啊 所以不得已 保罗又在 离开 比利亚 到了 雅典 那个地方去 这是一个 一战又一战 虽然面对困难 面对挫折 或者是面对 反对 但是保罗还是 马不停蹄的 一战又一战的 往 这个不同的城市 去把福音 传递下去 那样 这是一个 不停止的一个 施工 从耶稣 颁布了大使命开始呢 他的使徒们 他的门徒们 就不断地把福音 给传递出去 他到了雅典 我相信我们的会友领袖 今天还在雅典 他在那边去旅游 观光 那样 so 我们感谢主 因为有这些的 传福音的人 有像保罗这样子的人 不断地把福音传出去 那使到我们今天 这个活在亚洲 的人呢 也可以听到 这个好的消息 那样 所以当教会 被建立起来的时候呢 我们就是不断地 要建立起一些的事工 而这些事工 就是帮助人 怎么样 生命得以成长 生命得以健壮 为了什么呢 为了要传福音 为了要宣教 为了要使到更多的人 可以同样尝到 福音的好处 这是我们的生命当中 很重要的一个使命 那样子 那什么时候 我们就 这个工作就做完了呢 什么时候 我们就不用再发展事工了呢 就当耶稣基督 在 来的时候了 耶稣说 继续这样子的一个 服事的事工 当我说到事工的时候 其实它就不止 是说你招待人 你做一些教会的服事 这些都是串联起来的 串联到哪里呢 串联到有一天 这些被你招待 被你帮助 被你服事的人 他也能够成为 去帮助别人的人 或者他也能够成为 出去传福音的人 所以不小看 你本身所做的事情 也许你说 我奉献的钱不多 只有一些 但是上帝也可以 祝福这些的金钱 使他成为别人的帮助 有一天他也长大 有一天他也壮大 他也能够做 这个事工 他也能够做 福音的这个事 那样子 所以我们看一下 整个的普世的宣教里面 一开始呢 耶稣基督在哪里啊 在这边对不对 在中东这个地方 然后呢使徒们就把 他的福音传递到欧洲去 后来我们发现呢 欧就是成为整个 福音的最重要的一个据点 当时候整个的基督教的发展 几乎都是集中在 欧洲那个地方 因为后来的罗马帝国 整个帝国也宣称说 是属于基督教的帝国那样 所以整个欧洲就得着了 后来 欧洲其实他就不断地 往别的地方去宣教 对吗 有往南美洲的 有往美洲的 有往非洲的 也有往一些亚洲的那样 其实很早很早呢 就有一些的宣教士到中国来了 从第七世纪就有了 可是他并没有做得很大 又被盖了起来 到了第十五世纪又再来 后来呢 是其实呢 到了十九世纪的时候呢 才真正地 可以打开整个 中国信主的这个大门 那样子 从欧洲的发展呢 后来我们看到 在这个二十世纪初的时候呢 整个宣教的中心呢 就跑到美国去了 当时有许多的美国的差汇 美国的宣教士 往世界不同的地方去传福音那样 所以美国可以说 英国就是整个 接下来二十世纪初的时候 很重要的传福音的地方 那样 然后现在呢 现在传福音最主要宣教的基地 在哪里呢 跑到亚洲来了 尤其韩国 这个韩国这个地方 韩国的宣教士 到处去 传福音 可能David也认识不少 对不对 在这里也有 所以整个的亚洲开始兴起 他们承接这个传福音的帮子 继续地把福音要传递出去 甚至有人说 要把它传回到耶路撒冷 透过这个丝绸之路 传递出去那样 所以我们看到 这是一个一直不断在发展的 一个宣教的时空 如今呢 最多人信主的地方在哪里呢 最多人信主的地方 其实在非洲 以及亚洲一带 这是最主要 人不断地回转 归向神的地方 天天有人接受主的地方 那样 所以其实在马来西 你看我们人数 好像不是很多 因为今天 宇婷宴结婚了 所以很多人不在 跑到麻婆去了 OK 你看我们人数 好像不是很多 但其实很蒙福的地方 你知道吗 我们可以自由地聚会 我们可以说 我要信基督教就可以信 OK 这是上帝极大的恩典那样 很多一些被限制的国家 是没有这样子的一个自由的 我们要感谢主 抓住这样子的机会 来为主工作 我要问大家一个问题 你觉得马来西亚人 是合适做宣教士的吗 那些点头就要做宣教了 OK 你说合适嘛 对不对 为什么合适 想想看 为什么你觉得马来西亚人 很合适做宣教 很合适做宣教士 为什么 讲话好几种 对不对 你少少都会讲三四种话 对不对 英文 马来西亚人OK 虽然讲得不很好 可是你话语方面 是你可以讲好几种话 对不对 OK 还有呢 还有呢 我们就出生在这种 很多元的文化里面 对吗 我们会比较考虑到别的文化 他们的想法 对吗 这个是很难得的 OK 因为你会顾虑到别人的感受 你可以适应在不同的文化 不同的食物 不同的这些的背景的里面 那马来西亚人呢 这个胃是特别好的 OK 辣的 没问题 可以 咸的 可以啦 配多点饭 也可以高点 油的 你看 就是我们 就是我们就是生活在一个 很多元 很不同的食物的背景的里面 所以我们可以适应 再加上我们的 其实我们的卫生的环境 不是非常非常的好 所以我们可以抵抗很多的细菌 OK 一些国家因为卫生非常好的 他去到别的地方 一吃 哎呀 这个好像不是很卫生 他就糟糕了 可是马来西亚人吃 好像比较没有什么大问题 对不对 为什么呢 我们已经被训练了等等 OK 还有人说 我们上厕所怎么样都可以上 坐的 蹲的都可以 有些地方是不行的 我感谢主 其实上帝保留了马来西亚这个地方 我觉得他可以透过我们这个地方 可以做更大的事 那样 其实这个全世界有一些 最多人还没有信主的这些的人 是哪一些呢 第一当然是中国人 他有十多亿人口 对不对 那第二呢 是印度人 他有接近十亿的人口 第三呢 整个的这些的回教世界 第四呢 是这些受佛教 道教影响了这些市区 像缅甸啊 泰国等等 这四种最大位的知名呢 其实都跟马来西亚 有一点关系 对不对 我们会讲华语 OK 然后我们国家有印度人 基本上我们是一个 回教背景的地方 还有呢 我们许多的华人 基本上也是在 佛教道教的背景出来的 所以我们看到 其实不管是文化上 不管是语言上 不管是食物上 不管是这些的适应上呢 马来西亚人其实先天上 都有一些的预备好的情况 所以让我们可以 更多的思想自己的情况 我们来回应神这个挑战 我们是不是也可以继续 承接这个福音的棒子 往更多的地方去传扬 主的福音 那马来西亚我们现在是 在卫理工会里面 对不对 那我要提一下卫理工会 马来西亚的卫理工会 是从什么样的情况 被发展出来的 OK 那是从印度来的 哇 我们要感谢印度 印度的卫理工会的拆会呢 他们拆拍了 这两位的宣教士 James Tobin 跟William O'Ham 他们就开始 在1885年代开始 就来到了新马一带 因为他们知道上帝 呼召他们来到马来亚 这个地方来做宣教 可是他们一开始 就先到了哪里呢 先到了缅甸 他们在缅甸 为什么停在那边呢 因为他们的经费不足 所以其实呢 他们曾经在缅甸的教会 筹款 资助他们的旅费呢 以便他们能够来到了 新加坡 新马一带这个地方 那样 他们也曾在槟城停过 所以 哇 现在看起来缅甸也对我们有恩 不只是印度 对不对 印度 缅甸 对马来西亚的 比如说卫理工会教会来说 是很有恩典的 因为如果没有他们的拆拍 没有他们的经济的支持 可能这个宣教是 比较难可以到新马一带来 OK 所以这个是整个宣教工作的开始 还有另外一个路线呢 是从哪里来的呢 是从中国来的 OK 那中国的福州 去到哪里呢 非常出名的 西部啦 不是斯蒂湾 斯蒂湾还没有 西部先 西部了才去到斯蒂湾 谁从西部来的举手一下 我知道 有几位 OK 所以我们可以追溯到什么呢 原来西部为什么 这么多的 这个卫理工会的信徒 因为当初 从福州 教会等等 拆拍许多人 来了这边工作 并且许多是基督徒的一个背景 当然从西部 又到了斯蒂湾 那样 所以简单的来说 我们如今 如此的聚集 不管你的背景 是哪一个宗派 那现在你在这个 卫理工会的教会里面呢 我们心存感恩 因为上帝 不只感动了最早的 这个John Wesley 从英国 但是接下来 从印度 从缅甸 从中国 都来到这个马来西亚 成为整个在教会建造上 供应帮助我们的 这个基础 那样 所以我们本身也要思考 怎么样地去分担 这个事工的需要 既然这个宣教的事工 这些的 上帝的工作 是马不停蹄地在进行着 因为他们顺服神的命令 顺服主耶稣的大使命 那身为信徒的 我们也就是要分担 在事工上面的需用 保罗是说什么呢 他说 就是我在铁撒罗尼家 你们也一再 差人来攻击我的需用 保罗曾经差派谁呢 我们过去提过的 菲利比书第二章 保罗曾经 他们曾经差派以巴佛提 这位弟兄 把供应品带来给保罗 而且不是一次 他说一再 一次又一次地 把这些需用 带到这边来 前呼后应地 在不断地供应 这个保罗的需用 就好像刚开始 这个宣教士要来到马来西亚 其实他们也受到 缅甸的教会的资助 以便他们有这个经费 可以继续他们的旅程 来到马来西亚来宣教 那我们感谢主 在我们的教会里面 我觉得我们的服饰 是要继续地前呼后应的 当前面有这个需要 让我们后面就不断地 来支援它 在经济上 在服饰上 甚至在煮饭上面 我们都可以前呼后应地 不断地来支援这个工作 那样 举个例子 像青年崇拜 我们感谢主 现在有一群的青年人 这些人每一个礼拜六 都来吃饭对吗 我们感谢主的是 不少的家庭都很愿意地 在供应这方面的需用 而且不间断 我问他们 你们明年 你请问有谁要休息一下 那休息一下 可以停止一年哦 没有人回应我 那表示什么呢 每一个人都愿意 在明年继续地 可能两个月 负责一次 这样子的一个煮饭 给青年人吃的 这样子的一个事工 让他们有家的温暖 让他们感受到 这个地方煮了 我爸爸的味道 我妈妈的味道的 这种的食物 让我这边得着安慰 那样子 那我们看一下 我们这个美加书邦堂 我们属于卫理工会 对吗 那卫理工会 它是一个很强调 连结的教会 不是说我们只有一间 其他卫理工会 我不管 不是 我们都是连结在一起的 在整个的政府的体制下面 我们其实是一间的教会 所以卫理工会 在其实也在 不断地往外在宣教着 不断地在做 这个保罗所吩咐下来 耶稣所吩咐下来的 这些的事工 在哪里呢 在比如说印度 在缅甸 在太北 都这几十年来呢 都有继续不断的一些的事工 那国内本地的呢 也有什么呢 也有原住民 还有外劳的工作 所以当我们提到宣教的时候呢 主要就是这种跨文化的 不是本族文化 以及国外的这种的传福音的事工呢 我们就叫做宣教的事工 那举个例子 在缅甸 这是一间的学校 这间学校是当地 缅甸北部南板 第一间学校 第一间啊 是几百年前建立的 不是 去年开始的 去年才开始 有这么第一间的学校 那今年呢 总共收了 大概接近两百个学生 小学的阶段 你可以想象吗 那些孩子之前是没有上学的 可是现在他们有学校可以去了 那个地方是在缅甸的东北部 很偏远的地方 就在湄公河流过的两岸 有很多的山头 都有一个又一个的村庄 那宣教室 那我们的牧者们进去 传福音 然后有人信主了 他们看到了 这个地方不只是需要福音 这个地方很需要教育 所以就从了很多的款项 开始在那边发展 这个小学的教育 将来也会有中学的 所以这个学校里面 不只教当地的语文 教当地的课程 还有教什么呢 还有教英文 还有教圣经道德 圣经的教育 所以这些孩子 这几年下来 他们更多的认识神的话 我相信 他们的生命一定有改变 Amen 我相信他们可以更多的 知道上帝的原则 而他们也可以开始 更多的祝福 这个地方 这个南板 这个地方 整个的 不只是在信仰上 更是在地区的建造上面的 一些建立 那还有哪里呢 比如说 泰北阿卡卫理工会 那这个是已经在今年 今年呢 泰国的这个基督教协会呢 就开始承认 这是一个其中一个会 其中一个智会 就是说他们是合法 他们是可以继续的 安利牧者 他们可以继续的 建造的一个地方 想象一下 泰北的二十几年前 那些早期去的宣教室 比如说上次我们来的 吴启宁牧师 等等的 一开始去的时候 基本上是没有教会 而且呢 是一个吸毒的地方 金三角 是很多人染上毒瘾的地方 吴启宁牧师说 去到一个家庭 爸爸吸毒 孩子吸毒 哎哟 这怎么办 可是一步一步的福音 不只改变他们 福音也改造整个的社区 那样 如今呢 这个阿卡卫理工会 已经成立起来了 换句话说 他们可以独立了 他们可以传扬了 他们可能还需要 一些外来的帮助 但是他们已经怎么样 长大了 就好像 马来西亚卫理工会 过去没有 对不对 OK 经过印度 经过中国 来了 如今我们 长大了 我们也开始要去 祝福别人 那样 印度 科兴的地区 也是在那边 协助当地教会的 一些的发展 那样 还有什么呢 还有这个原住民 还有比如说 我们的这个 MCRD 就是我们的这个 救援 正在的这个施工呢 也到过像 尼泊尔 到过 印尼 等等这些的地方 那样 那我要说 我们都是当中的一份子 我们都是当中的一份子 我们是参与在整体 这个动力的里面呢 希望我们也可以 跟他们一起的 配搭在整个宣教 施工的需要上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已经 白白得来 许多的恩典 我们也要白白的 给人 这是耶稣所说的 他说 你们白白的得来 也要白白的 给人 我们生下来 本来什么都没有 对吗 谁生下来 手中握了一个 Book account 这是 这是我的 生下来的资产 没有 我们都是白白的 来到这个世界上 然后我们领受了 许多的恩典的时候呢 我们愿意把它给出去那样 so 在明年开始呢 其实 为理工会呢 我们做了这样子的一个决定 就是每一位的会友 如果你是每家书邦的会友的话呢 是每一年呢 都有这个承担宣教款项20元 那你说才20元呢 那你不要呢啦 你就多给一点啦 就是给更多的一些的 宣教施工商你来参与啦 所以我们是整体一起的配搭 在这个施工的里面 这是一个马步停滴的施工 这是一个我们彼此要分担的 这个施工 那也许现在你有个问题 那每家书邦要怎么样做呢 我们要接下来做什么呢 今年其实我们有一些的 宣教传福音的工作 明年也是一样会有 而且我们会跨出第一步 就是海外的这个宣教的工作 那样 我们会尝试去到缅甸东部的 大齐历 主要是在大齐历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是在泰国的北部 辽国以及缅甸交界的地方 那样 你说 哇会不会很危险啊那边 其实好像还好了 都是有人在那里的 OK 已经有施工在进行了 所以我们其实是配搭 我们不把自己看得太厉害 所以你看我们去 我们怎么样怎么样 其实我们是配搭 我们一起的跟他们同工 我们谦卑地去学习 我们要把福音带出去 那样 所以明年的十二月份呢 那如果你有这个感动的 OK 记得告诉我 然后呢 使我们可以慢慢地 recruit一群人 在那个时候呢 可以去到那个地方 做宣教的工作那样 还有什么呢 明年我们会有 Oran Asli的 这方面的一些事工 在Raoub 我们也会有继续 这个阿萨汉 在梅拉克或者Johol 什么地方 梅拉克或者Johol 因为阿萨汉这个地方 很特别的 你过了一条马路 就是Johol了 再过回来就是梅拉克了 他就是在边界那个地方 OK 所以就好像他的教会是在 他的教会属于梅拉克 可是他们的小学 同一排 小学属于Johol 那样子的一个情况 那样 所以我们今年的十二月二十一号 也会过去那一边 那去家庭探访 去做这个圣诞的聚会 明年我们希望 那边可以办一个儿童营 就像今年那样 那除了这些 还有什么呢 有一个很重要的 有一个很重要的 其实就是 你的亲戚朋友 我们在这一带的 宣教跟福音工作 我们不能只是说 要去那边 我要去那边 要怎么样 可是这边没关系了 不是 我们需要把这边成为 一个传福音的基地 一个事工的基地 为了当这个基地 越来越强壮 它才能够越来越多的 支持更多对外的工作 那样 所以我们继续地要 建造在这里的基地 所以我们所朋友们 住在这一带的人 他们都是我们 要去服事的对象 我们这个教会 也是我们继续 要去建造的 一个很重要的项目 那上个礼拜 我们的会友领袖 已经宣布了 我们这个购堂的筹款 已经开始了 那样 所以刚才你进来的时候 如果你上个礼拜 没有来 你会发现到 有一个筹款性 对吗 所以我要说的是 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参与 在这个整个教会 构堂建立福音的基地 这个事工上面 这个不是因为说 我们缺钱还是什么 不是 重要的乃是 我们是投资天国的事业 这个天国的事业 从上帝早早就已经开始了 他也不断地感动人 付出 甚至付出他们的生命 把福音带给我们 那如今 这个棒子交在我们的手中 我们是不是愿意 继续地把天国的事业 再往外去拓展 所以我们期待 每一个人 包括孩子们 都可以参与 在这个购堂的计划里面 这个钱的数目 不是最重要的 重要的是什么 重要的是我们都有参与 这是我们的家 这是上帝的福音的基地 让我们一同地来建造它 那样 所以我们的这个筹款的 如果就是你已经填好的 你可以过后可以交给我 或者是交给我们的执事们 然后我们一起地来配搭 那你更需要的是什么呢 也许大家可以去介绍人 来认识这个需要 给他这个机会 可以投资天国那样 那在我们奉献支持 这个教会购堂的 这个筹款的时候呢 有一点我需要提一下 就是我们的十一奉献 也不能够停止 然后我把钱放去 建堂了 十一就没有了 不是不是不是 十一奉献乃是 我们就需要让事工运行的 很重要的一些经费 对不对 所以这个事工要继续进行 但是呢 我们希望大家可以为着 上帝的爱的缘故 多走一步路 就是从我们的积蓄 从我们的一些的预备款里面 拨出一部分来 作为购堂的这个基金 让我们平心心的信靠上帝 做这奇妙的事 过去教会领受许多人的帮助 过去教会领受 甚至国外的宣教士 国外的教会的帮助 如今让我们也预备自己 把这个恩典 把这个祝福分享出去 好吗 OK 让我们跟旁边的说 我们一起加油 我们一起加油 来成为别人的祝福 我们一起加油 所以这个事工 我们要一重地承担 因为它是一个 马不停蹄的事工 直到耶稣再来 并且我们是怎么样 分担在当中的一些的虚用 然后这个过程 是不是很苦的呢 不是 我们可以分享结果的喜乐 分享结果的喜乐 看到果子长存 看到有人洗礼归主 看到你所帮助的人 他站立起来 我们的喜乐是难以形容的 这个比任何其他 可能得到什么东西 还更加的快乐 因为这个生命 在耶稣基督里面 他被主得着了 他就可以继续地成为 更多人的祝福 所以保罗说什么呢 他说 我并不求什么馈赠 只求你们的果子 不断争夺 怎么样 归在你们的帐上 上一节保罗提到 在宣教的收支上面 这是一个account用语来的 OK 换句话说 他说他都记得的 OK 这些你支持多少 记录下来 OK 付出多少 记录下来 教会的account也是透明的 OK 请你们不要有任何的疑问说 我奉献钱 他们是怎么用的 OK 是非常透明的 都有贴出来的 OK 所以我们是很慎重 很小心地处理 这个钱财的事物 我相信保罗也是如此的 他说 在收支的事上 他有in 他也有out 然后接下来 他又再提了一次 他说 这个果子怎么样 归在你们的帐上 又是一个商业用语 account 请问这个帐在哪里 这个account在哪里 这个account在天上 因为这个果子 你不懂它什么时候结出来 你不知道你所付出的 它什么时候产生果效 可是谁知道呢 上帝知道 而上帝把这个怎么样 归在他的帐上 他记录下来 他不会忘记 我们因着信靠神 我们因着爱心 所做的付出 所做的奉献 这个长存的果子 上帝记得 而他们是可以被建立起来 成为果子 然后成为帮助别人的人 那样 所以在施工里面 在宣教的事情上面 我们其实不希望 一直成为供应者 对吧 你给人鱼 不如教他 钓鱼 对吗 我们希望他也可以 站立起来的 有些人 一开始去到一些 比如说 太北地区的时候 一开始 可能你的感觉是 他们怎么样 很可怜哦 哎哟 战乱啊 硬着怎么样 很可怜哦 所以你发了怜悯之心 所以你就为他们 掉了两滴眼泪 然后呢 你就说 好了我给 好了我帮你们 这个好不好 很好 但是呢 我们不希望停在这边 我们希望有一天 他们成长 被建立 然后跟我们说 你们可以不用来了 我们可以自己去了 我们已经成长了 这个叫做果子 这个叫做 开始看到果实 果效的产生 其实我去太北 没有很多次 只有一次 那样 那一次呢 我们去 去做一些的 福音工作等等 有个地方 我觉得很感动我的 是他的戒毒中心 叫信妄爱戒毒中心 这个戒毒中心 我进去跟他们交流 跟他们谈的时候 我发现 这些做戒毒中心里面的 传道或者是负责人 都是怎么样 过去来戒毒的人 过去他们是被帮助的人 过去他们是来求救的人 现在呢 他们是一个一个的果子 去帮助别人的 训练别人的 去改变别人的 所以你看到吗 我们这个过程里面呢 我们的事工也好 宣教也好 我们不是一直期待说 哎呀 我一直帮你 我一直给你 不是 这个过程当中呢 我们希望他也建立起来 他成为一个成长的人 他有一天 可以成为帮助别人的人 有一天可以成为 往外去宣教的人 事实是 太北这个事工里面呢 他们已经开始往更北 更里面的地方去宣教 那样 所以明年我们要去的 那个地方 基本上也是 这一群太北的人 他们慢慢地去开拓出来的 我们跟他们一起去配搭 去做的一个事工 那样 所以这些果子怎么样 归在他们的帐上 我们要说 感谢主 你看到吗 你们成长了 这个更远地方的人 是你们所结的果子 而上帝 记在他的帐上 上帝都记得 因此我们可以分享快乐 感谢主 对吧 所以耶稣他已经讲过什么呢 他说 我告诉你们 举目向田观看 庄稼熟了 可以收割了 收割的人已经得到工钱 为永生积存无骨 使撒种的和收割的一同快乐 什么时候撒种 不知道 可能是过去几代以前 可能是几十年前 可能是某一个时刻 但是可能后来会有人收割 他收割了 就等于他得到他的工钱那样 但是耶稣的应许是什么呢 撒种的 收割的一同快乐 可能你在撒种的时候 你好像没有感受到 你收到什么东西 对吗 可能你在尝试跟家人传福音的时候 你感受到 哎哟 家人对我这点很敏感 你还没有收到什么结果 对不对 你还没有收到怎么样的成果 可是有一天也许别人 或者是下一代的人 他们开始收到那个结果 但是呢 你开始做的撒种的工作 可以一同的快乐 因为上帝记在他的帐上 因为上帝不忘记 我们为他所做的事 让我们心存着一个永恒的眼光 知道说 没有错 我们在地上 我们要工作 我们要养家 我们要求学 我们要做很多很多的事 但是不要忘记 身为主的信徒 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 就是把这个祝福传给别人 透过你的生命 透过你的言语 透过你的奉献 把教会建立起来 把事工拓展出去 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 如果到了天上 你希望看到什么 如果到了天上 你希望看到什么 也许有人说 我希望看到我爸爸 我是希望看到我爸爸 他在天上 我希望怎么样怎么样 我希望看到耶稣 他帅不帅 我看耶稣是不是很帅的 因为圣经讲 耶稣没有加行美容 OK 哦 怎么样 你希望看到什么 也许很多的surprise 很多的惊讶等着你 可能有人跑过来 他说 嘿 你还记得我吗 我不是很记得耶 你到过台北吗 你那天在我家主持 这个家庭礼拜 是吗 我就是那个小儿子 小孩子啦 哦 哇 你看到吗 或者 你还记得我吗 我不是很清楚耶 哦 有一天啊 你在subuntu那边 给我一个传单 给我卡片 结果我就来到教会了 你不记得了吗 哦 我好像忘记了 可是我还记得你 或者有些人 跑到你前面来说 哇 谢谢你 你如何地教导了我圣经 谢谢你 如果你忍耐我的个性 忍耐我的脾气 继续地接纳我 带着我一起走 谢谢你为主 所做的奉献 使得这个教堂 被建立起来等等 我觉得我们很期待 有一天来到天上 我们看到一个又一个的惊喜 你可能已经忘记了 可是上帝记得 在他的帐上 让撒种地收割得一同快乐 让我们一同地承担 这个事工的需要 让我们一起地看待 这位我们家里的事 让我们一同地为主发光 就像明星照亮一样 怎么样的照亮 我们团结一起 可以照得更亮 我们一起地努力 阿们 好吗 阿们明天我们要开始动了 阿们 好啊 OK 那我们今天赞美团 我们一起来唱首回音的诗歌 我们来呼求神使用我们 我们来祷告 上帝继续地帮助我们 Well let's go there let's go there